老杜,作为美国最中心的盟友的英国和法国总是在军事行动上对美国进行无影随形的跟随,不管哪样的军事行动是对还是错的,有必要的还是没必要,不过如今不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在军事力量上总有些欠缺,但是这样的情况上他们还是想跟随美国,现在他们把目标还想拍航母的南海来。 其实英国和法国小赖南海叫洞丰与岛已经是人情皆知的事情,之前的香格里拉对方他们就曾经扬言要一起派军舰到南海来,不过这时也只是放在嘴里而已,毕竟他们军舰本就不多了,要面对俄罗斯的压力,还要应对中东随时突发的战争,还想再来南海实在有点捉舰舰走了。 不过就算军舰已经不够用了,他们还是在想办法迎撑面子,也要到南海来转转。 据悉,英国计划将其目前最大的航空母舰,伊丽莎版女王号派遣到太平洋。 不过英国航母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他们如今只是空有航母没有舰载机,也没有航母带到护卫去逐舰,所以他们计算和澳大利亚的军舰一起航行。 英国就是在向澳大利亚借军舰来当代到护卫,想当年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海军,如今也要走了靠别国的军舰,来进行护卫工作了。 这是悲剧还是死要面子? 至于澳大利亚更不用说了,现在的澳大利亚已经成为处处和中国作对的存在,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他肯定不会放过了。 不过就算他们这样两个国家拼凑到一起的航母战斗群,其战斗力能有多高也是值得怀疑。 用澳大利亚几艘刚刚服役的霍巴特级驱逐舰和几艘老旧安扎克级巡防舰,与一艘没有舰载机的航母。 而他们要面对的是由055驱逐舰率领,052驱逐舰家族和054护卫舰家族,以及056护卫舰家族构成了防线。 在岸边还有苏35,轰6K等中国先进战机,而在南海也有部署的反导和防空系统在等待着他们。 这样局面谁胜谁又不用您说了吧。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